因为我了解到善根成立合唱团这个理念是不参加合唱比赛 而且是只要学生想唱就可以参加 我就觉得说这是跟我们学校的教育理念非常符合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孩子透过唱歌 可以展现他自己的情感 找到自己的自信 想要用我的专业就是帮助这个社会 为这个社会尽力分离 然后刚好就是有学校老师介绍我这个计划 然后他就鼓励我去试试看 音乐本来就是一件可以讨演身心的事情 所以我想说除了让孩子可以学习到音乐以外 那孩子有机会可以上台 然后启发他们一些平常没有的一个经验跟感受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 其实我们当初在招学生加入合唱团的时候 大家都跟我讲说 我不会唱歌我不会唱歌我不敢 那也经过老师大家的鼓励 展现说好那我试看看 那试看看以后他们发现 好像自己也可以慢慢做得到 觉得他们好活泼 我跟我想象中有点落差 我一直以为他们会很怕声之类的 对于很多事情都抱有很大的好奇心 因为发现有时候给他们 我觉得给他们一 可是他们有时候会回馈我的不只是一 可能是二三四 那从这个合唱练习当中 可以看到学生他要坚持自己的这个理想 来练合唱他要付出很多的这个努力 就表示他自己愿意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那这个努力他要展现他的毅力 那在同学跟同学之间练习的时候 我们大的小朋友都会帮助小朋友 他们会团队合作 甚至上台去展现他们的这个能力 那老师在教导当中 他们要服从老师的这个纪律 所以合唱团这个带给孩子很多这个品德教育方面的这个学习 那其实这个品德教育的这个学习 真的是比知识的这个学习还要重要 成长最多的地方 我想除了音乐以外 因为他们是从孩子们是从对这个乐谱还有乐理 不熟悉的一个情况之下 进到合唱团来 然后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 他们可以上台做一个很有一定难度的表演 我觉得这个是对他们来说是很不容易 一开始我刚来的时候 他们是都抓不准音 然后也看不懂谱 他们英文就是跟台北小比起来没有到这么好 可是我觉得他们今天竟然可以站在台上唱出这些歌曲 那时候其实我是全身都起鸡皮疙瘩 他头皮发麻 我就觉得他们真的是可以做到了 真的是yes 他们做到了 我觉得就是不管他们未来会不会继续唱歌 或是继续走音乐这条路 可是我希望就是他们待在合唱团的这段时间里面 也会是他们国小里面很快乐的时光 是否在这段时间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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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